立正經理 坐下 大家午安 那我們今天有一些課是有 有調開所以 換來換去這一部分 也是輪到我何某人在講 所以 探探到了 以前 有的人會問說那我 我為什麼 對這個 話題 有發生興趣就是 我們整個台灣地位這個情形 為什麼對這個發生興趣 其實我大學我讀了 我讀到了 那個 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後來 我媽媽從什麼雜誌她看到一個廣告 那個廣告就說 那個時候在加州他就有一個學校 他把整個學校搬到那個輪船上 他們就繞著地球跑這樣 一邊上課一邊去 去玩這樣 所以他說這個好像很有趣 我看以後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所以我就申請去那個我們叫做 海上大學 我就申請去讀那個海上大學 後來就我離開賓州大學我就 飛到加州然後我們那個 我們上那個船 然後我們要出發我們先 羅杉磯先往夏威夷走 我們要 我們要離開 羅杉磯的時候就剛開始 有我們那個衝擊 因為 那個船上 他所有的水手和那些人都是 那個華人嘛 有講華語的有 我們這個華語有講廣東話的有講上海話的有什麼 大概就是 看懂中國字 但是中國字我們不會看 他的話我們也不會講 所以 第一天我們要離開羅杉磯 就馬上 就是這個文化上的衝突 我們學生 緊急組織 這個白人就是會 會組織議會嘛 這個 柏洋也說這個白人就是很會組織議會 我們學生第1天晚上就看事情不對 我們就組織議會 派代表跟那個船長 討論 我們今天不能離開羅杉磯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早上有人來上船的時候 那個最下面住的那個 他們叫A甲本 那個今天早上 是 裡面有大概6 6英吋的水 積水 今天到晚上的時候 你說要出航 那個有一尺半 明明我們船在漏水 啊我們派學生代表說這個要先處理 啊結果那個船長和跟他的 那些 人員 在負責這個船的所有的人 他們討論以後他們回答我們就說 世界上沒有一艘船不漏水啊 他說 你們陸地的人喔 你們不懂 世界上沒有一艘船不漏水啊 問題就是漏得 多不多啊 對不對 那 我們 從早上到現在一直也在用那個泵埔啊 對不對如果沒有那個泵埔現在可能已經五六 英尺的水啊 他們才一尺半啊 到了夏威夷再說啊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出航 我們就這樣 那 因為有的人 他的房間在那個 A甲板 現在不能住啊 那個水校就說 你不會叫同學來一起住啊 你就叫別的房間 在別的樓層啊 後來 有的人就說不夠沒地方住他說 那好那就開放那個 頂樓的那個甲板就給大家睡 那個就是戶外的 所以頂樓的有沒有 啊平常 不可以帶毛毯或什麼上去但是他們就開放了 啊我們所有的水上都晚上就睡著 哇那個天空啊 啊晚上聊天又在那裡睡 因為天氣很溫暖 哇好棒 真的非常棒 啊就不能睡裡面就睡外面 早上大家都一大早起來 我們大概 大概也是這裡就是差不多七點多吃早餐然後 以後有課 但是我們就會很 很早起來然後就開始打那個 排球啊什麼 游泳啊做很多 所以哇 這非常好 我們在 那邊 所以我們 我們一起四個月 我們就繞各個地方 那 等到 我們繞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要進入台灣 我們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說 台灣這個地方 是一個島但是到底 什麼樣的情況 他說其實 沒有人知道 好像 不是一個國島 啊到底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他在介紹這個 好像是 一個 謎題 啊 啊 結果 我 還想大學我就有這個 就有這個印象嘛 他就說台灣這個地方 人或許很 很友善 還是什麼呢 但是到底這個地方 到底 他的 他的政治地位 或者法理地位 不是很清楚 本來美國有承認 這個中華民國 後來 不承認 都人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他的地位 這個是一團謎 他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來到台灣 住了幾天 然後就走了 然後 你看我 回到 回到美國 然後 我在完成兩年大學 我畢業 然後 後來我做了一年事 因為我 我對那個 中國話就發生一些興趣 就 回到大學的時候 就 就開始學中文 這樣 大三大四 啊後來 老師就說 那 那個時候如果要學的話 大概最好的就是去台灣 去台灣學 因為那個時候 我畢業的時候 中國 還沒有開放 他還是 還是還沒有開放 那個 所以 我就 我就 來到 來到台灣 然後這裡 開始 然後怎麼樣 後來我來了幾年以後 美國跟 這個中華民國斷交 啊馬上有 有出現這個問題 欸到底台灣是什麼 啊我就想回我海森大學說 蛤什麼 這個問題人家還在問 那個時候不知道 現在 一定有人算出來了嗎 沒有啊 他說台灣這個地位是什麼 搞不清楚 奇怪怎麼會這樣 啊我住在台灣又 又住了 又住了好多年 又結婚了又 又開部 西班 又做什麼 然後後來到了 陳水扁 這個 被選總統以後 然後 我就開始接觸到一些婦女團體 他說現在我們台灣人是做這個總統 我想把這個台灣地位把它理清 啊我接觸到一些婦女團體 我說那台灣地位到底是什麼他說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他的地位 我說那你們有研究他說有我們研究很多資料我們大概就是要 要走上台獨 我說那你資料你給我看看 所以他給我看很多 很多他的資料 但是我一看到 那個 舊金山和平條約 他是日本放棄 但是沒有說給誰 我就說 這個國際上這個 條約是最高的 他的地位最高的 啊沒有給你就是沒有給你 你這個 你這個很難 很難說得過去 你要主張 就說你要主張這個土地是你的 這個 這個就很難 很難 所以你一定會碰到壁 那實際上你看 從那個時候我開始 關心這個政治問題 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幾年 結果 排獨也是越走路越窄 因為 實際上 他要主張 他要主張獨立的話 你說你申請聯合國 你申請聯合國的先決條件是你已經獨立 但是問題是 你必須有領土 領土的所有權 在你手中嗎 證據在哪裡 你沒有那個證據 所以這個問題聯合國 我想聯合國的秘書講就是說 我們人手也不夠啊 我們聯合國經濟也很 很拮据 很多國家沒有交匯費 所以你要進來最好你付上你所有的條件 對不對 那你說台灣 阿扁是說台灣 那台灣好了 台灣叫什麼台灣共和國嗎 那你身份證有沒有印本 你有沒有台灣共和國的一個法律 整套的一個法律 或是你可以翻一些 那個相關 有這個東西嗎 在我的了解是沒有這個東西啊 更何況你沒有一個國際條約 因為台灣 台灣以前變成一個領土的隔壤 在那個秦橋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領土的隔壤 這個跟所謂的中國 我們所謂的中國大陸 但是確然不同 中國大陸 或是這個 今天說的中國 他從來不是一個領土隔壤 他一直都是從 有歷史記載以來 還有有歷史記載以前 他一直都是屬於中國的 所以這個 我們 你說 那何先生 中國的所有傳狀在哪裡 那 這種從 有歷史記載以前 一直在這裡一直到現在 這個就是 史效原則 這個就叫史效原則 他一直就是在那裡 所以沒有別人在爭 他那個領土的所有傳狀 這個是他的 國際法上之間 但是台灣已經變成一個領土隔壤 一旦變成一個領土隔壤 那就隔來隔去 你必須有個過戶的手續嘛 就像你自己的 你自己 你說 上面那座山是你的 那你要能夠有一些 有一些文件 你要能夠有一些證明 沒有那個證明 那你怎麼在國際上 有力的主張 那是你的 所以這個 這個都很困難 更何況 阿扁要主張什麼台灣共和國 其實你這裡的外交部 他所有建交的文件 就是用中華民國 他沒有用台灣 也沒有用台灣共和國 台灣民主國什麼都沒有在用 所以你說台灣 有外交關係 這句話本身不能成立啊 啊我 我到今天為止 我都很納悶 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 包括這個 昨天炮子燈那個 黃華又 成立一個新的什麼台灣民主黨 我們跟黃華也很熟 為什麼這些人就聽不懂說台灣不符合國家的認定 他們始終聽不懂 他說 他說我有人口 我說你沒有人口 你沒有人口 先生你把你身份證拿來看 他有寫台灣的嗎 他沒有 你怎麼能主張台灣是一個國家 這個 行不通 國際喔 我敢說我國際的邏輯比你強 我可以站在聯合國的立場啊 我可以看你這個事情 我敢說這個 在聯合國在紐約 那些人的思考邏輯裡面是絕對說不過去 我說不定 我對很多事情比較笨 但是這個國際的邏輯 我是懂一些的 啊你又說 你領土 你說 我在這裡說這個領土是我的 這是完全沒有法律知識的一種說法 我在這裡說這個領土是我的 那沒必定是霸戰嘛 美國的那個 美國的歷史就是很多人去 去跑到某一個地方就說這個領土是我的 但是後來就被後面的人趕走耶 為什麼問他提不出一個一個什麼證件嗎 OK 那你外交關係更何況 你也沒有辦法附上去一個文件說 我跟這些國家 建交使用台灣的這個名義 台灣共和國的名義 台灣Republic Republic of Taiwan People's Republic of Taiwan 隨便你講個什麼名字你都沒有辦法提出那個證據 怎麼可能進入聯合國耶 但是這個話 普遍你在社會上 我們解決到聯合國那個出經會 我跟林志生 我們也有跟他們吃飯跟他們說 怎麼可能耶 你沒有那些東西 他們 他們也不太聽我們的 他們不太不太聽我們的邏輯 好像他的觀念是說 我要怎麼稱呼我的國家是我的事 我好啊 可以啊 那到底你的稱呼是用哪一個 你要先確定啊 不是談這個事情用這個稱呼 那個事情用這個稱呼 不可以耶 對不對 你確定 我的國家叫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的北方 北部那邊叫 Canada 他不是 碰到什麼事情就不同的名稱 他就是這個名稱啊 所以他 按照 這個歷史種種 他可以證明這些東西都是他的 他確實用這個名字做外交關係 他有政府也是用這個名字去運作嘛 這個就是你已經是 成立的 所以我告訴你 阿扁不是要進入聯合國 前面他不是 他是等聯合國給他一個回文 就是說好 陳水扁先生 好是這樣子 我收到你申請案 那目前你缺乏這幾樣 你這些補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把你申請案送到大會 第一 這個 領土的所有傳遞要列出來了 就是誰給誰 當然 這個 台灣 藍營以前說的 說的 說的那個方法就是說 事後那個1952年8月5號嘛 台灣或是這個中和美國政府在這裡跟日本有個條約嘛 他就說那那個時候就有兩兆嘛 那個時候有兩兆嘛 所以那個 日本放棄當然台灣是另一兆所以台灣就 就接受嘛所以這個就是證據嘛 但是你看那個條約那個條約不是這樣寫 那個條約寫得很清楚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是那九金山和平條約 那是4月28號所以到8月5號日本沒有辦法再處分 這個 這個領土 但是據我了解台灣有一些 大學的教授還在講這樣的論述 就說因為那個台北條約 是有兩兆所以一方放棄 一方接受 所以 台灣領土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我不知道學生你有沒有習慣去看 原文我們在美國都是非常習慣 回頭去看一些原文的 A老師第幾條沒有耶 A老師第2條都已經說 不是台北條約放棄台灣的 而是九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既然他已經放棄 怎麼可能再處分了 老師你講錯了對不起啊 對不對我們在美國會這樣說 OK領土沒有了 那 那他們就說台北第10條 台北條約第10條 是說這個 台灣的人民視同中華民國 國民啊 那 有個獨派大佬叫黃兆堂 他有去研究這條 你可能記得 前幾年馬政府一直在講 台北條約第10條就是已經證明 台灣屬於中華民國 因為他承認這裡的人是中華民國 國民 那黃兆堂早年很很久以前40年前他就 調閱那個 日本國會的那個紀錄 在討論 台北條約的時候 啊當天在討論第10條的時候 他們那個委員都說得很清楚 台灣的那個領土所有船是未確定的 沒有定案的 我們只是為了這個台灣人的方便 他以前是我們日本國民 那跟日本有友好關係 如果我不 我不暫時給他 一個一個身份的認定啊 那他們連來日本旅行就沒辦法 所以他們寫得很清楚 在那個會議記錄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的是 所有船未定啊 但是他這個為了方便措施啊 他就視同中華民國國民 讓這些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去日本旅行啊 就這樣而已 所以教理說這些人 按照台北條約1952年 8月5號 台灣人不是中華民國國民 然後你還有 你還有什麼 還有 就是 領土 人口 你的地方 還有你外交關係 大致上我們 我們大概有談這些 但是 這麼簡單的道理 我用西方人的角度 下去看 但是很多人 在台灣旅行 十幾二十年 他們這個就看不到 很奇怪 阿扁也是看不到 他就認為他符合 進入連他國的那個 我參加很多會 有時候我 我們參加很多會 反正 我告訴你 我跟這個林志生 我跑了 五六年 我們跑各種會 各種場合 跟他們談什麼東西 有時候我聽到什麼 我就跟他講 是不是應該跟他們講 如果他真的要 有走上台獨 有幾個步驟嘛 我應該先確定這個 先確定這個 所以他應該呼籲 這樣不要 怎麼樣怎麼樣 林志生說 哎呀 你講的 他們聽不進去 不一定 那個 他們有時候 講一大堆 他要走 這個 一樣 他說他要走 台獨的路線 但是他沒有分析 困難在哪裡呀 他就一直講說 喔我台灣受到打壓 受到什麼打壓 我 打壓不是打壓問題是你 成績 你的你的基本 條件不夠嗎 不是這個不是打壓的問題對不對 我 我要打籃球隊啊我根本我就投不進去 啊我就說因為那個 因為那個那個潘同學他他打得很好 他不喜歡我 所以我受到他的打壓 所以我沒有辦法參加籃球隊 這個不通嘛 我自己本身條件不夠嘛 所以我一直在怪別人 這樣不對 這樣不對 所以 這個就是我 我 我長年來我留意這個問題 啊哥的 我來台灣 我投入這個讀書了 我去 師範大學的國語中心讀了 然後我讀很多 我換很多 那個有那個華語補習班嘛 台北很多 就是教外國人華語 我每一個都去 我每一個都去 我都讀了好幾年 然後 就慢慢研究 然後後來都 每一次都是回到這個台灣這個地位問題 我說欸 有人算出來了沒 沒有欸 怎麼還沒算 到那個2000年阿扁都是上任的時候 我說欸 那你這個婦女團體你算出來了沒有 沒有但是 覺得好像應該獨立 獨立才對啊 但是好像條件不夠 那到底 到底 那我們未來要獨立 那我說 你未來要獨立 但是 我告訴你 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 我喜歡講的故事就是這樣 我現在 我 我把你 我把你叫過來 然後 我用那個擺布給你眼鏡 蒙住 然後我現在 給你上直升機 我帶你到南部一個很大的草原 我給你放下來 而直升機飛走了 我現在你站在這裡 我叫你轉幾圈 然後我眼鏡打開 我就問你一句話 往屏東走哪一個方向 你一定打不出來 因為我就不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這個道理都很清楚 如果你不知道現在位置 你沒有辦法談 未來的方向 啊我常常跟這個台獨團體也講這個 我說你要走台獨 那你今天的位置是什麼 沒有人說得出來呀 沒有一個人說得出來 所有的 就算報紙上你看他的名字常常出現 什麼 台獨大佬 這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都回答不出 我說你 今天的地位是什麼 如果你回答不出這個問題 其實你應該退堂 你沒有這個談台獨 當然 我這樣講他們很高興 他們反過來請我退堂 對 就是這樣 因為他不喜歡 我就是一間間鞋 告訴他們說你這個行不通 所以我們我們算得出來 今天台灣是什麼 所以我們知道 就算 要走哪一個方向 就知道那條路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團體跟別的團體不一樣 今天很清楚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是什麼 那個 台灣本身的國際法理地位是什麼 我們很清楚 我敢說其他的團體都不清楚 包括什麼 呂秀蓮那些都有做過 好多年總統 包括在什麼哈佛讀什麼法律 系的什麼研究所 他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OK 他們為什麼不知道 我早年 在研究這個時候 後來 我在 我用那個email 我開始 開始 尋求一些那個 呃 有一次 不知道 我現在完了是經過什麼樣的關係 但是我聯絡上美國的一個 一個 一個軍官 我聯絡上美國的一個軍官 他也不太名字或什麼 但是他就跟我說 我說像台灣這個情形 日本放棄了 沒有說給 那這要怎麼解釋 他馬上就回答說 誰是主要佔領全國 他就這樣回答 他說那個條約我沒有看 但是誰是主要佔領全國 我發現那個軍人的思考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沒有人談這個 沒有人談到佔領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開始學佔領 啊我就把 美國歷史美國摩西哥戰爭的那個佔領的情形 那去哪裡學這個 你 就是我們高中老師 說 你要學很多歷史什麼 很 很詳盡的那種分析 你就是叫大法官的判決 他裡面寫得很詳盡 所以你就是有關 美國墨西哥戰爭後 佔領的問題 涉及到法律問題 然後叫那個相關判決 喔他寫得很詳細 所以 昨天林博士有講有一個判決 1853年 Cross vs Harrison 他講 加利福尼亞的佔領情形講得很清楚 在那個小早也有美國 因為美國是侵略摩西哥道很南邊嘛 那邊也本來有一個爭執 就是他們佔領的那個港口 到底算不算美國領土 有美國的進口商主張 美國佔領那是美國領土 所以 東西從那邊進口免稅嘛 有那個 美國的稅務官員說那是摩西哥那個要課稅 那個案子也鬧到了 最高法院 他裡面 有關佔領的法理也 講得很詳細 包括人民的效忠問題包括 你那個所有權問題包括什麼什麼什麼 那 在過了50年美國摩西哥戰爭 那也是 產生那個 稅務問題到底 波多利克 擱讓給美國以後 他還沒有民政府 他還沒有一個民政府 他的法理地位是什麼 然後他的稅務 的事情要跟美國怎麼配合 到底是屬於外國是屬於本國的是屬於什麼 美國有那個 司法 所以我大概 我會看那個原文就看了 看了一塔那個司法 原文 那個就 就會學到很多東西 那個是我們高中老師 也是告訴我們 要了解那個Send Out的法理就看司法判決 我們高中老師是告訴我們這個 我們有一年的課程就是在談 美國憲法的課程然後從 最高法院的判決去去看看他們的思考模式 所以我大概這樣下去啊這樣下去我就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看清楚那 佔領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你就下去 啊那個美國軍幹說 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啊你就看九金山合約 他寫得很清楚美國 對那就 美國的管轄還有琉球 是給美國管 戰後美國管 九金山合約 第四條B 那第四條B也是 台灣 所以遙漾 就是美國管的一個地方 他要管的積極到什麼程度隨便他了吧 在琉球他是很積極在管 在這裡他是 好像委任蔣介石去管 他不太 日常生活他不太感受 這樣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翻出來說其實 你這樣美國這樣做你是對不起台灣人對不對 你應該更積極的跟我們配合 我們有權力成立民政府 這個就像 美國戰後的那個 西班牙戰後的古巴一樣 古巴也是這樣 西班牙放棄沒有說給誰 美國佔領這個地方 西班牙放棄 在和平條約 和平條約是 1899年 4月11號生效 OK 他沒有說給誰 阿協在管理 美國在管理 為什麼 這個法理 這個法理在哪 這個都是回到佔領法的法理 那 那你就學到 回到一般這個學者 一般學者 他有沒有去研究這個 佔領法 佔領法屬於 所謂國際 戰爭法的部分 一般學者有沒有學這個 0 完全沒有學 完全沒有學 所以這個也是 我開始跟林博士在結束的時候 我說 你們為什麼 不懂台灣地位 因為你沒有學過佔領法 你沒有學過戰爭法 你不知道這些東西怎麼規格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 你就 很容易看懂 所以後來我 我讀到他去讀很多東西 後來他就懂 所以我們就 就開始推廣這個理念 但是每一個 每一個團體 說是要為台灣好 但是實際上 好像 每一個團體更關心的是什麼 我們募款多少 我們辦了多少個餐會 我們印了多少搜索 我們派了多少飛機去紐約 去聯合國廣場 去 遊行抗議 這些沒有意義的活動 他們很關心 實際上要解決問題 就是說他們 他們 他們這個 在台灣任何團體 在台灣任何團體 很容易變成一個叫做 實惠 大家碰麵就是為了吃啊 所有的團體都會走上街 我觀察了十年二十年 所有的團體都是走上街 所以我們在這個團體 我們就 已經開始 已經不要這個模式 所以現在我們去哪裡 像 前幾個禮拜我們去高雄 我們就跟高雄說 我們吃便當 對不對 你就是有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做 我們吃便當 不要吃什麼 多少菜 多少湯 什麼那些 我們不要 最簡單的 現在的便當也不錯啊 對不對 但是不要那個豪華餐啊 因為到了後來 大家都是為了豪華餐而聚會 而不是為了 談議題跟推動議題 所以現在很多 我告訴你很多態度團體都是 全部都走上 豪華餐的那個方式 啊這樣就 本質都全部變掉了 所以這樣子 這樣也是 你觀察的一個方式 你看他們是不是 重視議題還是重視吃啊 我覺得那個 那個浪費很多時間 又浪費很多金錢 所以我們 我們不走 不走那條路 我們是比較重視議題 啊推廣我們的 我們的法理 就像在這裡我們吃 我們是一個簡單的自主餐 但是也說起來也是很簡單的 絕對不是什麼豪華的 這是什麼豪華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路走來的一個發展出來的方式 啊本來我們在 跟很多很多別的團體也有參加他們的然後 跟他們一起討論這個話題 發展很多的團體 他就 沒有辦法去擁抱這樣一個 一個團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像 台中有個團體 我不必說名字 但是他是 他也是很 很支持 台灣走自己的路 然後他有是支持 他有一個其中一個項目就是 台灣人拜台灣神 他比較多神論的那種 然後他 也常常舉辦很多演講 我們也去講了很多次 但是他始終沒有說 因為 我們這個東西就變成 大家如果了解以後我們 我們就是要 我們就是要表態嘛 對不對 那你 你請我們去演講 啊如果你支持這個 那你其他的人就不要請了 因為其他人講錯了嘛 有什麼用 所以你這個禮拜請我們 你下個禮拜請 吕秀蓮你下下個禮拜請 姚家文你又請誰又請誰 這些把聽眾的腦子都搞砸了 對不對 所以這方面我 我的思考還是比較基督教士 真理只有一個 他們說多討論 多有一些 但是問題是那些人的論述都錯了 不需要跟他們討論 我們講到這裡很多團體不喜歡我們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繼續跟他合作 所以後來就成立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主要95% 95% 我們就談我們的 論述 那有時候我們請那個外賓 他會談 一些 不同派系的論述 但是有時候我們就是做一個交易 我們跟他 我們跟他互相 交換一件 那樣 因為 同時我們要讓他了解 我們在做什麼 讓他能充分了解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 像 前幾個禮拜有什麼 黃月水那個 說女的要競選總統 他也在講他的台獨論總統 我們也聽他講 他留了很多聯署單 如果大家要 做筆記或什麼 我們可能可以接來用 所以 這個 我們 是希望跟他們做朋友 因為我們想 Maybe 他們走到某一個程度 如果說他發覺竟然走不下去 總是可以回來跟我們做朋友吧 Maybe 我們可以一起來 來 共創那個未來 這個 這個時候我們就是 伸出一個友誼之手 當然有的人是很激烈的反對我們 也有這種 很激烈的反對我們 團體所以我們也不必請他們去講 反正他也不要 所以 這個 這個也是我們一路走來 就是 大家慢慢發展慢慢發展 那後來 剛好有這個會館 有這個會館 他那個時候沒有在使用 所以我們就 談談 慢慢我們把很多活動都集中到這裡來嘛 啊這樣也變成說 反正你要在 你要在台灣你要在台北 什麼地方你要開這樣的會 你又要有住宿總統 這個比較困難嘛 那確實我們來這裡 還有我們的人員 我們的高層都來這裡 我們 我們下課後 我們也進行討論 然後我們又開 一些決策會議 然後早上也開 下午也開 晚上 啊有時候禮拜天 大家走了我們幾個重要的人留下來 繼續討論 所以這個 就對我們的溝通也 也很重要 我今天早上已經 有幾個約 我個別跟一些 我們的官員下個禮拜 我會禮拜幾跟他在那邊 禮拜幾跟他 我們會繼續討論 某些事 所以這個對我們聯絡 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 大概是 我們運用 我們運用 發揮這個地方 是到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現在 可能 林博士也講到 我們要 我們要前面要 放那個 比較高的那個旗桿 然後我們要掛 幾個旗子上去 OK 所以 另外 另外一派 比較反對我們 是 有一派 像那個什麼 台聯黨 他比較反對我們 他就是想 他說 哎呀台灣人 自己管自己 不需要外來的 那個 外來的人來管我們 啊我就 我就問我太太 我說像 像這個說法 或許也有他的合理性 我說這樣你要怎麼回答 我太太說 嗯 我太太說你還是用蒼蠅 蒼蠅理論來給他反駁 我說 哪一個是蒼蠅理論 他說 你不記得嗎你講過了嗎 這個蒼蠅就說 他 他剛好飛到一個玻璃屋裡面 但是他不懂 所以他就在這裡他覺得我 我要去去我要到大自然裡面去 所以我就飛過去 奇怪怎麼會我飛不去去呢 啊我就飛東飛西 撞到 那怎麼辦呢 想一想 加倍努力 加倍努力 就是把自己撞死 所以有的 有的地方 就像 林博社也不是講有的 就像黎丹說說喔我們要團結 我們要加力量 沒有用 沒有用 我們很多年前在 在台大的一個會館聽黎丹會演講 我那個時候跟林子生說 要不要 要不要跟他講 加倍努力沒有用 團結沒有用 因為問題不在這裡 他說不要講 給面子這個不好 所以 你這些大人物反而 他不願意聽 真話嘛 他就是要活在他的光環裡面 他不願意聽真話 他這樣怎麼做 是 實際上就是一個 玻璃屋 你飛不出去 那個玻璃屋是誰設的 美國設的 你飛不出去 你看不到 你每次要做什麼 跨過這條線 國際社會 就打回來 不行 台灣就什麼事情都管自己 但是 像阿扁說 我要 確定我這個領土 對不對 本來 就是這個 中華民國憲法 他是 整個中國的這個大憲法 那阿扁有時候出那個點 那乾脆 我 我現在要在 國際社會 圖頭天 我的問題大概是我憲法不行嗎 我憲法是太 跟事實不符 我就把憲法改了嘛 我領土確定 台澎金馬 他這樣一下去就說 我要做這個事情 我要推動這個事情 美國馬上說 No 所以你的玻璃屋 在不在嗎 那你為什麼不自己 你自己可以不管美國什麼說 美國說 你不管 我有辦法懲罰你 你做做看 所以這個遊戲規則是寫在這 啊你都不會看 很多人不會看 就像那個蔡英文 領導的民進黨說 我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你每一次要做什麼 美國說 No 就stop 為什麼 就算你要把土地 規定為台澎金馬都不行 為什麼台澎不是你的 不是你可以通過一個表決案 就說台澎是我的 美國也不會允許你做 阿扁在最後 那一年他好像說 什麼宣布獨立什麼的 他有一段時間那樣子 啊結果那個 在台協會的那個 就去跟他講 林子生有聽到 林子生有美國的那個 內幕消息 他說你宣布獨立 我 兩個小時以內我的軍隊就到左營去了 你宣布什麼獨立 就跟他講 他不敢動 對不對 所以 實際上 練到今天為止 馬英九還在講很多話 但是林子生告訴我們 CCK在台中 全部是美軍 什麼加山機場也都是美軍 什麼雷山 有個雷達站也都是美軍 那 馬英九就下令給那個媒體說這個不准報導 為了什麼 為了他可以維持他的 就全獨立國家的這個夢想 我覺得很不好 我很懷疑美國的報紙會不會接受這樣的一個對待 我要報導我就報導 我有新聞自由 台灣的報紙就不敢 不敢 所以 這件事情就是說你作為學生 你也要看清楚 所以我常常 我常常跟那個學員講 就是說你判斷一些事情 尤其像台灣的地位 你談什麼事情 你談誰提出來的理論種種對台灣的理論 你有兩個判斷的依據 第一 他講的這個道理 是 國際法 他講的是國際法 就是有條文的 像日內瓦公約怎麼規定 OK就是條文 或是 國際法的這些學者 國際法的書怎麼寫 他這個有 有條文可詢 第二個 是慣例 OK 第二個是慣例 所以 你可用這個來分析差不多所有的事情 OK所以有些 有些 我知道在網路上我們在談台灣地位的時候 不管我參加英文的討論區 或是參加中文的討論區 都被攻擊得很厲害 都被攻擊得很厲害 我們也都是匿名的嘛 對不對 那個討論區都是用匿名的嘛 裡面就說 沒有 台澎沒有過戶給中華民國 他說 他們早期廢除麻關條約 台灣早已經回到中華民國的懷抱 OK 好 你這個主張 第一國際 國際法有這條嗎 沒有 是哪一個條文說 你單方面可以廢除一個條約 真可笑 那我欠銀行的錢 我明天宣布廢除 可以嗎 笑話 你這個有知識 你說有知識的人還講這種 這種完全 幼稚園的學生都不會被騙的這種 真是 真是 idiot 對不對 OK 但是先不講 好 那 沒有關係我們先不談 你國際法的事你沒有看 好 你告訴我國際慣例 你說因為 日本對秦朝怎麼樣怎麼樣所以怎麼樣所以這個無效好 你這個理論你告訴我國際上有哪幾個例子因為這種行為所以條約被宣布 無效 你告訴我 I'm listening 我在聽 我可不可以快一點 沒有對不對 那這整套理論是廢話連篇 你不能主張 因為你只有兩個主張的標準 一個是有那個法理依據 一個是國際慣例 OK 他們講很多東西 又沒有法理依據又沒有國際慣例 連戰在做副總統的時候他說 台北條約 兩兆啊 日本放棄台灣 我們是對方當然我們收了 雖然沒有寫 但是道理是這樣 那好你告訴我 國際上有哪幾個慣例是這樣 你舉三五個例子讓我了解有這樣的解釋方法 你舉不出來 那你這個是 也是不能成立 完全不能成立 所以他們將所有的話就是 自己在虐造 虐造道理的全部 不能成為什麼 那將來 我們民政府 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 也會受到 國際間的壓力 對不對 很多人會說 你這樣不對 喔本來台灣就是一定屬於中國的因為什麼什麼理由 還有開洛酸言 對不對那開洛酸言一樣嘛 你告訴我 哪一個新聞公報有 造成國際社會承認 哪一塊領土變成別的國家 你告訴我有哪幾個例子嗎 你講嘛 你必須形成一個慣例 沒有是不是 好那這一條不能成立 喔 他不要聽我的 好好好 你不要聽好 可以 那你跟我講 開洛酸言 普斯坦酸言 馬干條約 作廢 還有什麼 還有台北條約 第10條 還有什麼什麼 分成一而再再而三的證明 中華民國有台澎這個領土 那我將來 我們受到這種 來自全世界的這種壓力 我們要怎麼說 說我要很禮貌對不對 我自己本身 我看過很多這個分析 我認為 這些不能夠成 裁判過後給中華民國 但是 如果你有更好的主張 我給你一個建議 你請最好的律師團 你趕快搞 趕快搞 我大概不是你政論的對手啊 因為你的學問比我 比我多 你的學問比我高 你趕快請律師團 趕快搞 叫你適當的法院 適當的 角度 趕快搞 不需要 不需要這樣跟我爭論下去 在我看起來 台灣絕對不屬於 中華民國 你有不同的意見 你是什麼國際很大的團體 你有什麼代表多少人 你趕快去做你的主張 恩 謝謝 我都很客氣 我都很客氣 說不定 會接觸到 新聞界的訪問 說不定會有媒體 說不定會有廣播電台 說不定會有電視台 我大概就是這樣回答 So Go ahead Do it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什麼 對不對 1972年 上海公報的時候 很多人認為 尼克森已經是 好像承認 中國講的那一套好像台灣屬於他們的 那 其實他不是這樣說 他是 這個英文很清楚 中文就 翻譯成中文不太清楚 因為你們沒有那種講話的方式 美國有各種 講話的方式是很 很 你抓不住 他到底要講什麼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你問我 你問我說 我聽說 你今天中午 跟那個 明星 瑪莉在哪裡吃飯時間有這樣嗎 我很可能回到說 沒有沒有這回事啊 那好那我信任你那走掉 我自己才想 我跟他吃的不是飯 我吃的是麵 美國很可能就在這個關鍵上 就是在爭 你問我飯 我沒有跟他吃飯 我吃的是麵 或 跟那個 按 你 昨天晚上跟那個某某 呃演員 某某那個漂亮的女星是不是 是不是去 呃 是不是去看電影還是什麽樣 呃沒有 沒有完全沒有 我可以發誓的沒有 對不對 我們 我們是到咖啡館去喝咖啡三個小時沒有去看電影 我當然後面不會講啊 但是就說什麼是yes什麼是no 會看得很詳細 到底他講的是什麽 OK 所以 那個上海公報 這個比較正確的那個把那個英文翻譯成中文是 是那個美國 認知到 認知不是認識也不是承認 是認知到 兩岸的中國人說台灣是屬於中國 而我們沒有 對這個沒有爭議 這個話是很 詭計的 你們兩個認為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但是 我們對沒有 沒有爭議 那沒有爭議 我現在不想爭啊 並不是表示十年後我不要爭 也不是表示兩年後我不要爭 你們兩個有這個意見並不是表示那是我的意見 No 所以你這個話 不是一般人看的說 一般人看那個上海公報他說 美國已經承認台灣屬於中國了 我作為美國人我可以告訴你 百分之百沒有 你們不會看 你們不會看那個英文 那種寫法就知道裡面 就有玄機 他那種寫法 所以 所以將來 一定會有人把這個拿出來 喔美國已經承認台灣屬於中國 No 在網路上這個地方可以 可以爭到 免紅博士出 喔 爭到整個那個討論的那個 那個 班族啊 就給你關掉了 因為 談得太激烈有沒有 不每一個人就堅持自己的 自己的看法 我 我跟你些人 經論過了什麼馬關條約也不可能廢除 喔 講到 他實在是非常的生氣 我不知道 他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如果人家可以單面廢除一個條約世界會 世界的秩序都全部沒有了 那摩西哥不是就可以來說 我哥讓 加利福尼亞 給你我廢除 加利福尼亞回答給我 你說有可能嗎 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事啊 對不對 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 不過 也是告訴我們這個國民黨 60年的洗腦教育是非常成功 應該拍拍手 他們是非常成功 他們做 他們做了很多宣傳 他們是非常 所以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不以為人的 我去 以前我太太有個同事 在東吳大學有個同事 就在伊蘭 我們去他那邊 他媽媽也是年紀很大 那個同事 你看我跟我太太都已經 59 60 那個同事的媽媽 那個同事了不起 50幾歲 他媽媽要幾歲 7 80 我們就問他 就說 你伊蘭這裡有沒有被轟炸 他說有啊 小時候有啊 那是血轟炸的 他媽媽就說 好像是日本人吧 他媽媽 以為 日本人是轟炸台灣的 他忘記那個時候台灣是屬於日本的 因為政府一直在喊八年抗戰 八年抗戰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我太太去日本留學 那個日本同學就說 抗什麼戰 你什麼時候抗戰 沒有抗戰 日本話沒有抗戰 這兩個字 沒有 如果要講什麼叫做逃啊 蔣介石都在逃 隨時在逃 他沒有在抗什麼戰 日本人不承認你放什麼戰 這個又是一個 血在捏造歷史 對不對 血在創造歷史 這個也是 而且 抗戰的結束 對不起 兩個原子彈 不是中華民國的什麼成績啊 是兩個原子彈 其實那個結束得太快 大家手忙腳亂 怎麼辦 結束得太快 不知道很多人手很多布置都沒有排好 已經是那個日本人要回去啊 種種 那個結束得太快 就是那兩顆原子彈 所以有的人把中華民國稱作 什麼 失敗的營方 他在營方裡面 但是他的表現最差 所以他是失敗子 但是剛好 他是跟美國在一起 剛好 美國發明那個新的那個原子彈 這個都是一些巧合 他把丟下去 他就剛好發生效果沒有故障啊 這個裡面有很多巧合 有很多幸運的東西 剛好日本這個時候就 願意投降 所以就結束了 連日本人都不太相信 他會投降 所以在海外很多那個日本人 還不是跑到深山裡面去 他不願意承認 日本投降 他不相信 OK 所以 過去 過去這個歷史 錯綜複雜 我也希望 我是覺得台灣人可能比較有能力 未來整理出一套 真正的歷史 真正的歷史 這個有關 美日太平洋戰爭 或是有關什麼什麼 未必台灣人有辦法去 如果台灣給中國拿走了 那以後 這個所有的歷史就變成他的版本 那他的版本 都是捏造的嗎 因為我們 我以前看過什麼電視的什麼 他們在說這個中國 就是譬如說中共在開始 這個 建立國家的時候 他有時候 他的 他的人員會跑到某一個都市 那就傳說一個故事 譬如說這個 王某某 這個林某某 這幾個人跑到這個都市 然後後來碰到一些 跟他們比較 立場一樣的 大家就 開始把這個共產獨立推廣出去 什麼什麼什麼 經過30年40年這個故事 已經傳得多大 你知道嗎 他把這個排成影片 已經變成那兩個人跑到都市 10萬個人來歡迎 有沒有 當初根本不是這樣子 當初可能街上 三五個人在歡迎而已 所以他們 虐造歷史是專家的 喔他們把那個寫到 課本裡面去了 他們都是 都是 不會臉紅 在說謊的 所以美國有個笑話 美國有個笑話 有一個人去中國 他要做生意啊 啊後來他 他 他想 我做生意以前 我先要了解 這些人什麼時候 說真的 什麼時候說假的 什麼時候我這麼判斷 我什麼判斷 英文是 什麼時候 Telling the truth 什麼時候Lying 對不對 所以他研究很久 後來他有一個結論 那個中國人什麼時候在Lying 他說 他說 嘴唇在動的時候都是在Lying 那是所有的時間 所有的時間都是在Lying 這個話 一點都不過分 我太太就是 他在動物教那麼久 他有一個學生 他有一個學生也是從台灣 也早期 十幾年前 他的學生嫁到香港 然後香港後來 就 就還給中國 對不對 然後他們 他這個小姐在那邊做生意 然後他們 他們有一些人也是 也是做生意 跟他們 來往 啊 結果來了三五個這個人 來到台灣 然後 他們因為賺很多錢 所以他們隨時在吃豪華餐嘛 就最高級的餐廳就吃那個餐 後來我太太跟他們在一起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 我太太說去中國機制 我不知道 你知道 人家 有的時候他講話其實不是對的 他是 他是在說謊 或是他講的都不會兌現 或是怎麼樣怎麼樣 啊那個對方 其中一個男的 就是最近這個不到兩個月前 他就說 你 你在懷疑那個 那個中國人什麼時候在說謊是不是 他就說對呀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說全部是說謊 全部百分之百是說謊 他這樣講 最近兩個月就這樣 這是一個 一個香港的一個生意人他說 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想法裡面是他們講的話每一句都是說謊 所以現在那個中國的什麼 那個 就像那個公司提出來那個經營報告啊 或是國家的一些經濟數字什麼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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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灌水的 全部不是真的 我想 好像美國已經成立一個小組在 專門在查他們那個東西 希望可以翻出來 可能可以國際間給他們什麼什麼制裁或什麼 所以 你看他們 他們在差不多一年前 好像有個國際 國際 會議嘛 然後有幾個記者 問那個 中國那個領導人啊 他就問他什麼他說 像你人權問題 那個那個人 一個人喔接受訪問啊 他想回答說 我們沒有人權問題 他就這樣回答 我沒有人權問題 他問他有關報紙的審查制度什麼 他說我們不審查報紙 我們報紙是自由的 他們可以在你眼前全部撒謊 也不會撒一下也連都不會 會紅什麼都不會 他全部撒謊 他都不會都不會撒一下 所以 這些人 這些人是很 這些人是完全不同類 這些人是完全不同類 他在考慮 他的利益在哪裡 他唯一考慮的是他的利益在哪裡 要說什麼做朋友 什麼做什麼 NO 他是考慮他的利益在哪裡 那些來自香港人也是這樣講 他說他們全部是考慮利益 他不考慮別的 你有利益他就利用你到 你的錢 變成他口袋裡面的 然後 你已經 沒有好處 那就把你丟掉了 去找下一個目標 他說他們都是這樣 我太太說 我不想跟這樣的人就在一起 我太太就跟他講說 我不 我不要跟這樣的人就在一起 他說那你就 你就不要跟中國有什麼來往 我太太說我就是打算這樣 我不要跟他們有什麼來往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有的人 很多事情你看表面 你看表面不是 不可以了解很深的 你就是看表面 像以前有一個團體 我接觸到一個團體 他們是全世界的什麼友誼團體 他就會跑到全世界 然後他會組織 40幾個人 50幾個人 他會跑到公園找一些人 然後跟他們 談談 你的國家跟我的國家之間 我們要怎麼樣做更好的朋友 他們就會談這樣的話題 有必要的時候請翻譯來幫忙溝通 結果他說他全世界做好多好多的朋友 他說世界和平 在望 但是對不起 那個非常表面 那個不是世界和平 你跟我之間沒有厲害關係 什麼都好談 有厲害關係才看得出 事情 談判怎麼樣 跟中國 吃吃喝喝 跟那個中國吃吃喝喝當然很好 台灣也可以啊 我們跟那些 一談到釣魚台 就不一樣喔 明明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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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什麼和平啊 所以 你必須能夠在一起談事情 有個解決的方案 要有解決的方案是不是要共同 遵守某些規則 中國已經擺明他不遵守國際規則 那就沒有什麼好談 只能用武力啊 只能用武力啊 哪一天 哪一天他 他 穿過了紅線 那就他自己 吃不完都只走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我想 今天台灣的媒體 你知道也都是 被他們那個親共派都是被 都是被完全控制 所以 在我們 推動這個論述這幾年來 常常 林博士有得到消息 美國有幾個航空母艦 在那個台灣海峽 結果你台灣所有的報紙打開 沒有人報導 那中國呢 他隨便什麼新型飛機 是非 哇這裡的頭條新聞 台灣 中國的軍事發展是驚人 的速度在往上 已經 快超過美國了 他們就這樣報紙給你這樣 這些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你想想看 美國國慶的時候有沒有把武器拿出來展覽給大家看 哪一個國家沒有實力 哪一個國家要展覽他的武器 其實我差不多是這個道理 他以為你你把他看扁所以他要給你看 美國有 你看我有幾顆原子彈他有出來展覽嗎 不需要 不需要出來展覽 而且你要知道那個美國人講話是什麼講話 你現在說 喔中國進步太快 喔中國太厲害 美國的國防部 搖著頭說 哇真的 我真的我們有一點危險 請國會議員 多加預算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要多一些預算 實際上 他認為沒有這麼大的危險 他肯這樣講嗎 他如果說我們完全有 所有的能力 我們才不怕中國什麼 那國會議員就說 那既然你這麼好 我們就 預算就砍一些吧 總是有別的部門需要吧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政治遊戲是怎麼玩的 他們講什麼話實際上的意思是 是不一樣的 你要了解這個東西 再加上這個報紙天天給我們這個 這個不公平的這個報導都是太 太親中的這個報導 所以台灣每個人 都 都 都被昏了頭 喔中國會怎麼樣 喔中國會怎麼樣 你跟他們講 中國不會怎麼樣 他們不相信 啊中國要怎麼樣 那台灣民政府起來我們發身份證 美國承認 那一個很大的事情 那怎麼會有台灣民政府 怎麼會有他有權利去發身份證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 這個事情必須出來 美國國務院是不是要說話 而中國說 怎麼可能這樣子 那你要抱怨給誰 那你去聯合國好了 聯合國 那打開九金山和平條約 欸 奇怪 台灣不是你的 喔原來 不是你的 對不對 那你說 台灣絕對是我的 那聯合國的 法務司就說那 你的文件在哪裡拿出來給我看 我不需要文件 那是你說的 那 他出來他的文書就說 按照這些國際法的道理 美國這樣做 百分之百在法律上 站得住腳 中國的這個 抗議是無理之鬧 我們贏了 才不怕什麼 對不對 你必須站在法理上 不是要站在情緒上 這個是 過去 很多人也是完全互類的 但是會這樣說 先生我們有個很好的論述 如果真的很吸引人 我不需要吸引人 就算不吸引人 在法律上站得住 還是 最有價值 吸引人 那是你自己主觀的想法而已啊 別人可不這樣認為啊 按照道理 台灣應該屬於台灣人的 這個所有全有 有好幾層 你買賣土地 那是人民之間的一個交易 那是一回事 但是國家的主權是 另外一種所有權 那不一樣 人民碰不到那一層 你碰不到那一層 那教理說 從那個佔領法的道理來講 人民 土地 房屋的買賣 因為佔領不受影響 當然 蔣介石 不遵守這一條 他是到處在兵吞 做那個步伐的那個兵吞的那個行為 這個是不好 這個以後 也會算 算 那個以後會 會釐清 但是基本上 這個所有權 就像 報紙上 他常常講 自由是把我最喜歡講 台灣 在究竟山和平條約 日本放棄 沒有說給誰 當然是 屬於台灣人民 這個話 不是完全正確 我相信一般 人會很容易誤解 但是覺得 這個台灣人 的土地 那我可以處分 但是明明在國際上 就像阿典要處分 他要重新 重新你那個憲法 美國馬上說 No 你人民不能處分 你自己的東西 那什麼算是你的 對不對 所以沒有這麼簡單 道理在於 主權是 一個 政府 就像美國有 路易西安的領土 他是法國 割讓給美國 那是政府 與政府之間的行為 不是人民 與人民之間的行為 路易西安的領土 你可以去看 美國的歷史書 1803年 他割讓給美國以後 住在那塊領土 如果不同意 法國這樣做 他可以怎麼樣 答案是什麼 他可以離開 沒有你的意見 領土的割讓 是政府 與政府之間的行為 不是人民 可以左右的 所以這個是自由時報說 日本放棄 台灣當然就是 與台灣人民所擁有 這個話是 不太正確 要主張那是你的 你要組織一個政府啊 那就說到民政府 民政府就是一個組織啊 對不對 你從973 和平條約 你看不到 哪一個政府 應該在台灣 那當然就是當地人 組織自己的民政府啊 這個才是法理上 而且這個有沒有 潛力可循 太多了 每一個領土各樣都是這樣的模式 普多利口 關島 菲律平 古巴 琉球 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個模式 這個是國際法理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 每一個都是這個模式 加利福尼亞也是一樣 都是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為什麼 組織這個 civil government 就是民政府 對不對 也不是說 在 和平條約生效的時候 中華民國已經在這裡 所以台灣屬於他的 我剛剛不是講二分法嗎 好 你提出幾個例子 國際上 軍隊在那裡 領土經過割讓 但更大一塊 沒有說到 但是軍隊在那裡 所以國際社會承認 那是他們的 你舉幾個例子看看嗎 你一個例子都舉不出來 波多利口 波多利口 被美國政府 古巴被美國政府 他的和平條約 有沒有說清楚 這個歸屬 他還是說 波多利口 割給美國 其實美國已經在呀 古巴他還是說 西班牙放棄 這個 啊 沒有沒有說最後要給誰 但是美國佔領啊 OK那好跟 九十三合平條約一樣 跟這個模式 是一樣的 所以 他們先佔領 然後以後 怎麼樣 古巴就成立民政府 美國對古巴是沒有排斥 古巴獨立嘛 美國總統沒有反對古巴獨立 所以 佔領幾年就讓古巴獨立 但是美國目前他 基於種種考量 他沒有說 台灣可以馬上獨立 這個必須 慢慢溝通 這個要時間 而且要先把台灣搞清楚 誰是台灣人 誰不是台灣人 這個都要理清楚啊 你要有一個 因為這個 這個中國過來這裡 他的這個認知 跟本土台灣人認知差得太遠 啊為什麼他們從別的地方 拋過來流亡到這裡 為什麼他還有投票權 所以我們 公民權利法治 台灣人 將來才有投票權 他們沒有欸 我在台灣三十五年 我有投票權 沒有啊 我在台灣三十五年 我有身份證嗎 沒有 沒有 我們 我們 我們也受到了很多 不公平待遇 但是 我們還活著 就是這樣 所以很多那個 我是跟很多州長 很多那個中國人來台灣 他說我就是要有身份證 No 不給他們身份證 不給他們公民權 No 你不需要 你要做什麼 你有什麼困難 你提出來 我要買摩托車 他說沒有身份證 不能買摩托車 其實這個是假的 你告訴我哪一條法律說 你沒有身份證 不買摩托車 這個是摩托車行 不懂法律在 隨便給你搭載 啊我要去轉電話 他說沒有身份證 不能轉電話 No 沒有這條法律 你去問他哪一條法律 外國人 這方面就懂得爭啊 我有很多朋友他會跟電信局爭 我也會啊 我說小姐我不受這個欺負啊 有這條你馬上給我看 沒有給我看你馬上給我辦 我就這樣 我說我不受你這個 我來了30多年我不受你這個侮辱 我就這樣很嚴厲喔 對不對 他們他們是隨便講 隨便講 我 法治 法治有那個條文你拿出來 沒有 你好好給我辦 所以 這個 待會那個中國人來自那裏 他也 很客氣 他就不知道 他就知道他到處澎閉 實際上 他必須 懂得主張一點自己的權利 因為 將來他們 就算那個 那些中國人是最近五年十年 有 已經規劃所謂中華民國對不對 我們民政府開始發身份證他是沒有份 他是居民不是公民 對不對 因為他的爸爸媽媽在日據時代並不在這裡 所以他還是回國 他還是變成 居民 那居民 其實反正我們剛開始 七八年 也沒有選舉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的行為 他的行為 會被監督 將來他如果 某一年要升到公民 比如說六年後按照那個條文 如果他的行為不好 我們可以拒絕 那行為不好是什麼 你有心抗議看看嘛 我每一個名字每一個照片我會寫下來 你將來 你想推翻政府是不是 好啊 那你趕快離開 我可以把你出局出境 你不是這裡的人 對不對 所以你要玩你彎彎看 對不對 這個也是公權力 這個也是佔領法 我們按照佔領法 百分之百佔得住腳 我們對國際社會任何批評都可以撥回去 我這裡是佔領地 我不 不 允許移民 我沒有移民 那必須非常 省慎的那個 那個 那個政策才可以移民 佔領地沒有移民 我是非常省慎在處理這個人口的膨脹 因為必須自己人才可以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不怕 我們站在法理上 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都是按照這個法理來做 而別人要批評 沒有用 我們法理上站得住腳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將來就是 跟我們 跟我們民政府也是跟別的團體走的不一樣的路線 其他比較沒有什麼嚴謹的法理 他 大部分都是情緒 他認為什麼要 那實際上 你問他們有關一些國際法法理 我發覺他們也不懂 所以 他們也不懂 那怎麼樣去 說服別人 那他說服的方式 都是到美國去開一個宴會 大家吃吃喝喝 到台灣每個地方開一個宴會 他們主要就是 我說的就是死會 都會變成死會 台灣所有的團體就是後來就是吃吃吃 因為台灣很多好吃的東西啊 那也很好啊 但是 這樣對你推動議題沒有 沒有幫助 對你推動議題沒有幫助 對你推動議題沒有幫助 你要符合 我們是美國海外領土我也沒有獨立你說 你不允許台灣獨立我沒有獨立啊 我只是把中華美國燒出去而已啊 那我們也不屬於中國 我們本來就不屬於中國 對不對 那你還有什麼意見嗎 我們是符合你的道理 還有你說 他們也有一句話在那個公報裡面說 必須尊重 彼此領土的完整性 那我也沒有侵犯你領土的完整性啊 台灣本來就不是你的 那 美國加州是屬於你的嗎 也不是啊 那你也沒有去 你也沒有去試著冰吞加州 我也沒有去試著冰吞福建啊 那我們彼此就可以和平相處不是嗎 你的觀光客歡迎來台灣 我們會給他講很多民族的課程 他回去 可以做民族的小大使 因為你那邊要民族化 你這個專制要組建的 要那個人民 要有一些投票權種種 你那個專制不符合世界橋樓 所以歡迎你觀光客多多來 我們會給他教育啊 他回去 可以 可以 給你社會有個適當的改造 到時候最有衝擊的是他們 不是我們的 最有衝擊的是他們 所以世界就是這樣一步一步來 來改變 OK 所以 今天我 隨便講到一點這個道理 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有其他的問題你們隨時在 跟我們這個老師來討論 好謝謝各位 起立 立正 敬禮 他 有 感谢观看